大家好,5月29日,星期一 先介紹鑽石狗的動向 先介紹封面 現在我會看巴菲特其中 它進入了幾個商社,有些ETF 我都在看它四個 我不會直接參與日股 我通常都會買一個ETF 即是我持有美金比日元好 當然它貶值也有影響 但無論如何 今早上日股是再升了1.5% 印度也會升 印度還有創新高 台灣也會升 香港也會下跌,不要說 韓國也升了很多 我在看巴菲特4、5隻日股內的兩隻 可能我們會選一隻 加入鑽石狗組合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再剔出我們正餘的港股 即是有可能我們會再減 你說UNICO我就不會減 因為為什麼呢? UNICO基本上來說 它這幾年升了八成 我覺得業績上來說 它是教得功課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跟得上潮流 坦白說 如果日股 即是日本 即是絕地大翻身的話 絕對不會升那麼少 絕對是不會升那麼少 即是你說日經四萬點 我也相信 你問我日經四萬點 高不高不高? 短期可能會調整 如果是一個長期趨勢的話 不高 所以呢 不心急的 大家留意著我們的收費版 我正在看幾隻 巴菲特買而已 我也要看財務報表 大哥 其實那幾隻 譬如說 阮紅 或者 Itochi Shimatomo 這些我們都很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在那裡做 甚至 這個 Shimatomo 當時我有個同學 在那裡做 他做了整二十幾年 這間公司在香港 經常都飛日本 等等 所以這些公司我們都很熟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即是財務報表 業務分析這些 是不少得的 這些不急的 即是當一個國家 他在長期趨勢上的時候 不欠在那十幾二十個%的價位 大家留意著 先說一下 鑽石狗就上回到145個% 現在如果計算股息 這七年裡的複合增長 已經是15個% 那美銀呢 就上回到73個% 都做得幾好 差不多四年左右都七成幾 那大家 即是如果想 你訂閱不訂閱都不要緊 因為讀者真的未必方便訂閱 那你就留意我們 逢星期四的香港財經R 如果你想加入一些組合 加兩隻的話 你可能要付費 但也很少而已 我們百二元一個月 這個環球投資日幣 最多是百五元一個月 有時你發電郵給我 我四五天之內都會回答你 大家自行決定 好吧 我們先說一下封面 今次 這個內地人 給新加坡 他是南方航空公司 即是南方航空 在新加坡公司 給這個新加坡的地勤 即是他明顯罵你 你看到 他基本上 那個 新加坡的地勤 就是不滿意這個內地人的 即是無關他 即是問些什麼 通道加多少錢 根本他就 即是白說句 根本就是想吵架他 我在網上查過 他發生的那天 其實Exactly 就是剛剛國泰事件發生的第二天 Exactly就是第二天 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為什麼人家是同行來的 我們是外行人去分析 尚且可以分析到這麼多事情 內行人其實一看 其實就知道你國泰是主理不公 即是黃論 你說 李家超 即是內地的官媒這些 人家 我自己本身是做地勤的 他知道那個地勤 或者航空公司應該怎樣做 他知道怎樣做 有些事情 你完全違反了 坦白說一句 你只是裝別人 或者白說一句 你做事 不公道 對不對 所以人家 你看到他很明顯 他基本上不是屌尾 看到你的內地是不是屌尾 他特意說 那你怕不怕炒 不怕我過對面 對不對 你現在新加坡這麼黃 為甚麼今早葉樓出來 立即講溫 有原因 有原因 大家知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一會兒告訴大家 你看這個內地客 他明知顧問 就是 你說 誰說做狗 誰是狗 人家說 你做人都不會 那做狗就是罵你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擺明就是針對他 因為他是內地人 所以我在當時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已經說 我說 你現在不是去中國化 是去中國人化 你明白嗎 第一 你沒有錢 有錢 我都當貴地棄豬 你又沒有錢 那你巴甚麼幣 你沒有錢不要廢 對不對 所以問題現在不是去中國化 而是去中國人化 你明白嗎 他根本就不想你來 新加坡 我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他甚麼話都懂的 廣東話也懂 國語也懂 英文也懂 他沒有可能不懂 說普通話的 他就不想跟你說 但他最後也有說 他吵架你的時候也跟你說 所以這個內地人 根本甚麼事都做不到 你就是解僱他 沒有所謂的 他在對面做而已 你看到內地的官媒 立即按住那些小粉紅 為甚麼呢 一會兒告訴大家 這個也是跟錢有關的 好吧 希望大家加入我們的後備時事頻道 Patreon 我連結在下面 就是五元 美金一個月 今早上 剛才說完 又說美團多厲害 經調整日來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我想他18時守不住 今早的人仔7.07 我也有聽的 有些財經專家說 其實任他開的 那個 即我們都說了 人民幣兌美金的中間價 是人民銀行開出來的 既然開出來 怎麽不開過五呢 對不對 開不到 因為 因為問題現在有 competition 現在有競爭 你那些單分散了 雖然你說全球的需求疲弱了 但問題是 那些單拔出來 你的供應鏈斷了 就已經斷了 即是說 一個訂單 你是要跟別人搶的 好了 好了 當你本身的價格高的時候 那張單就離開 是吧 人家本身的成本 人工已經比你低 所以他便要開低一點 就是這麽簡單 如果不是 為什麽7.07 那你報回六也行 那你報回六沒有單 那些單就離開 對不對 問題不是這裏 坦白說 你問我 如果不是要做節目 或者其他 港股的新聞 我都真的不太想太 即是不太想太看 大家明白嗎 為什麽呢 因為你看每日都是說這些 而已 吹水 說人家抹黑 李卡超上哪裏 誰下來 然後誰說誰抹黑 誰造謠 誰說國安法 來來去這些新聞 全部都是沒有養分的 全部都是說政治的 真是沒有一些利民措施 沒有意思 其實說來說去三腹皮 是吧 即是我在想 如果香港有台積電 就不一樣 對吧 那你想想香港現在 搞到今天 搞到今天 還是打算搞地產的 明白嗎 大嶼呀 北部都回區 將香港剩餘的錢 全部押下去 那你跟我說 你說你發展創科 你發展什麼東西創科 是吧 即是其實台灣呢 真的是 捱上來的 大家都要明白 台灣呢 中段的時候 不至於說跟美國斷交 但是跟美國的經貿關係 或者一般的關係 是跌到兵點的 那段時間呢 其實就是 中國入了世貿 頭那幾年 不斷用一個中國 去打壓這個台灣 那美國佬當時要扶中國 所以對台灣的關係是很低的 當時台灣是相當低潮的 那十幾年 然後台灣什麼時候抬頭呢 就是做這個高科技 其實 台灣真的是走上來的 自己是 他真的做高科技 慢慢走上來 好了 慢慢做到這個 原晶呀 聯發科呀 這一堆走上來的時候 美國佬開始要看這個技術 什麼時候是轉捕點呢 轉捕點就是 當Samsung Exactly抄足 Samsung Galaxy Exactly抄足 這個蘋果iPhone 接著蘋果就要轉了 不行了 哇 你的Samsung Galaxy 跟我的一模一樣 完全抄足 接著才找張宗謀 從那時候開始 台灣就彈起了 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大約是一幾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七八年來 那上面這條 這條傻子呢 要打台灣就對了 是吧 即是你打台灣的時候 美國 或者全世界 你還說要封鎖它的海峽 用來做這個軍演 大佬 人家當然打夠你了 你台灣一打仗的時候 你全世界的經濟會停頓 大佬 是吧 所以你看到現在台灣 跟美國的關係呢 是前所未有地這樣close的 接著呢 帶起了日本 和南韓 坦白說一句 要保住台灣 除了現在要做的事情之外 一定是形成一條島鏈的 絕對是 即是形成一條 勞不可破的三點連在一起 再加上美軍在這裡 去完全壓制住中共 最後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它不會讓你打 即是它不會讓你打仗 你想想台灣 一打仗封鎖海峽 你想想全球的經濟是多少 現在它最害怕的就是 它最害怕的是 這個人 既然是這樣 大家抱著死 好像武漢肺炎就是這樣 既然有問題 大家抱著死 現在美國人就是 估計這個人會抱著死 既然我死的 大家一起死 他就是不讓你抱著死 即是他連你抱著死 這個可能性 都要排除 如果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辦法 不讓你抱著死 就唯有先懷疑你 即是美國佬 基本上是唯有用這招 好了 我們講遠了 我們繼續講一些時事 好了 現在的報道 就說 每一日 香港 這個是星期日 即是昨日的東方 每一日 香港就過萬人確診 那些專家就說 平常心 那時候 還清零的時候 就不說平常心 現在就說平常心 這些我們就不再講了 我們已經講得太多了 好了 但是 今早早上 就開始講戴口罩的問題 今早早上 其實我都已經想講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香港的經濟 基本上崩了 是沒有外資入的 整個股市 那上面會罵的 喂大哥 我現在叫你做足功夫嘛 阿超哥 你搞了一年了 大家看看一件事 你看一看日曆 他還有多久就是一年 還有一個多月就是一年了 喂 香港的外資越走越多 那上面又不會說上面錯 對不對 那就吵架他 那特區政府又怎麼說呢 最需要你那些人戴著口罩 有疫情人就不投資 這樣 不出奇的 你看到今早早上 譬如東方 或者其他的媒體都說了 不戴口罩 是不應該被歧視的 被杯葛 大家看到這個 今早早上東方的頭版 幼稚園男生怕上學 因為他不想戴口罩 好了 在疫情的時候 就沒有人說這件事 大家記不記得 一年前我們都說 不用搞了 香港幾百萬人都中了招 每個人都說戴口罩 不戴口罩又怎樣 不戴口罩又怎樣 今早就不是了 大佬 你有什麼人歧視 每個人都不應該戴口罩 你看一件事 口罩影響浮現 損害學童身心發展 為什麼 因為上面要你不要戴口罩 你戴口罩告訴別人 香港還有疫情 沒有人投資 就是這麼簡單 講完 就是這樣 你看到一件事 去年的年底 還沒完過清零的時候 有什麼分別呢 香港 你不要叫人不要戴口罩 每個人都叫人戴口罩 你問我很簡單 你自己決定 外面有這麼多流感 你戴口罩 無可厚非 說 遲些會不會立例 香港有個蒙面法 你戴口罩 幾個人都可以拘捕你 告訴你 你看看這個 立刻登記日本 這些我們說 長期戴口罩有問題 呼吸 坦白說一句 年半前我已經說 那時候沒有人理 為什麼沒有人理 因為有個清零政策 每個人都說要清零 好了 現在突然之間 上面說 香港不能夠再這樣戴口罩 因為 你想想外國人 在YouTube上 一拍出來 每個人都戴口罩 那有疫情 有疫情便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便沒有人投資 這是他的邏輯 當然事實上不是這樣 但他姓賴 你看看一件事 長期戴口罩便依賴 學者 又是學者 學者 專家 我們在三年疫情 領過了 速老師 以身作則 即是 香港那些老師 麻煩你不要戴口罩 教師 大家自己可以定住這個畫面 看 不是說日本 他是借日本這個例子 下面說的是什麼 香港的研究和發展學會 主席邱鎮明說 看到嗎 你看到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說的 香港要戴口罩 有個清零政策 很危險 是吧 那你就看到這些全部政治 他姓賴 罪率你的人戴口罩 誰來投資 你一上YouTube 人家一拍那些 香港那些 生活照 逛街 個個戴口罩 那就是有疫情 疫情這麼嚴重 外資民不來 他這樣賴都可以 所以呢 戴不戴口罩 大家自己決定 但你記住 香港現在是有蒙面法的 你超過四個人一起戴口罩 他可以抓你 好了 我們說兩句 關於美股的債務上限 兩位我們尊敬的老人家 麥卡錫就不是很老 拜登當然很老 我們尊敬的老人家 基本上已經達成共識 玩完了 幾十歲人 玩債務上限 這些無恥 吵吵吵吵吵吵吵 幾十歲人 兩個加上八九幾歲 一百四十歲差不多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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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基本上白宮和共和黨已經達成協議 當然因為拜登是民主黨 還有少許驚險鏡頭交給國會表決 可能有少許驚險鏡頭也不奇怪 但現在白頭婆耶倫 將債務上限的死線移動到6月5日 可能還有些驚險鏡頭也不定 最後也會達成協議 大家不用那麼害怕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上星期三我們做節目 我當時已經說了 李國泰空姐這件事 一定有其他的地勤和聲援 很明顯人家 雖然他是南方航空 但他請過是新加坡人 現在基本上不是去中國化 而是去中國人化 人家便罵你的狗 他還要拿相機出來拍攝人家 人家便說做人都不會 那狗便便說你 還有一件事 我沒有聽過任何Youtuber說過 我想問問 Who is dog 是英文嗎 哈哈哈哈哈哈 對吧 應該說 dog Who are you talking about 沒有人說誰是 dog 誰是 dog 誰是 dog 不是英文 不合文化 笑死人 我沒有聽過人說過 我這麼微薄的英文 我覺得 誰是 dog 誰是 dog 誰是 dog 英國說 誰是 dog 誰是你講誰 這樣才對 對吧 那就是別人說得對 你根本都不懂英文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文化 我沒有見過Youtuber說過 我沒有聽過一個Youtuber說過 這兩天我聽過Youtuber說過很多 沒有人說 沒有人用Who is dog 誰是狗 這個是中文直譯過來的 中國人的英文就是這樣 坦白說一句 新加坡人真是笑死 如果你問他Who is dog 是吧 因為你不懂英文 所以地勤就轉回用中文跟你說 因為你一說Who is dog 人家就知道你是不懂英文的 大家知道了 新加坡人他三種話都懂的 廣東話 國語 英文 但是 英文他們說和寫很流利 中文普通話 廣東話 流利 懂得聽 但是不懂得看 這是我朋友告訴我 即是我和他WhatsApp 寫中文他不懂 他看都是一些英文報紙 所以別人一聽 即是你不懂英文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別人說明 告訴你做人都不會做 即是說你是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稍後再說 稍後再說 看到這個畫面 有我說話說了幾句 大家按個訂閱 萬一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把影片放在後備頻道 希望大家 全部卡進去 即是訂閱就可以 全部免費 香港過去幾天 唯一一宗 即是我覺得是開心的 就是那兩隻 很大的黃色 即是橡皮鴨 Rober Duck 他應該說六月一號才有細節 即是再次在維園出現 上次應該是2013年 差不多十年前 但上次只有一隻 那今次是兩隻 我真的想過 他現在是黃色的 是嗎 即是黃絲 這隻鴨 即是黃絲 即是黃鴨被鴨 最後都沒有鴨 正常都說得出 黃絲 黃絲 鴨 突然鴨 都可以鴨 這兩隻黃色的鴨 就是荷蘭 我也不認識 荷蘭藝術家的作品 他叫做Hofman 就是上次在2013年來過香港 今次就打孖 即是今次兩隻 應該是六月一號 就會公佈詳情 有機會橫過維港 給大家打卡 大家留意著 再說 香港現在很多這些 斬銀事件 星期五 晚上 即是我老婆下班的時候 都遇到有 一個內地女子 就叫她給錢給她吃飯 她立即走開 所以大家看到 元朗街頭 這個是上個星期五 你見到 全部斬到見骨 你見到 後面已經有很多人 圍觀了 已經是 有片 黑衣男租刀匪追斬島地 目擊者客外 哇 好可怕 香港現在 每日 差不多每日都有這些案 每日都有 不止 大家繼續聽下去 最新有些假大牛 現在大家看看 究竟哪些 那些犯罪集團 是甚麼人 拿正牌 這些 假大牛 在香港 騙甚麼呢 騙那些老友記 騙你甚麼呢 騙你就是老眼分花 不適應 網民PO的相片 就說九成老人家會中招 你問我 很簡單 老友記 或者是你的家人 跟老友記說 即是你爸爸媽媽 或者是你那些 阿嬤阿爺那些 總而言之五百元錢 不要收 就是這麼簡單說完 叫他給你一百元 否則不要收 那就不會中招 大家小心點 好了 賣少少告白 上個星期 放了文章 今個星期 就不放了 大家如果要訂閱 這個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或者這個 美股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可以 下個月的 即是六月份 可以開始付費 大家看看星期三 星期三 我們會將下個月的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放上來 大家看了 適合你 你才訂閱 昨天我和兩個朋友 去太子喝茶 我的朋友 他也是住土瓜灣那邊 他昨天有和我提到一個項目 他說 這兩個星期 如果大家住在紅磡土瓜灣 可以讓我們知道 那個 切實的情況 他說 這兩個星期 這些所謂的廉價內地團 基本上少了七八成以上 基本上少了七八成以上 所以他估計 其實這些所謂內地的窮友團 基本上就是造假的 什麼叫造假呢 其實就是政府補貼的 幾百元 你們下來香港 用來做什麼 因為國家不能 告訴別人有自由行 想想想 他說我也很像 大家看看 下來香港那些 不止是立食 窮友 還有一件事 全部都是老人家 好 當我們對比一下 五一的時候 我自己都去過吃自助餐 五一那些客 大部分都不同 是年輕的 給大家多幾張相片 給大家看看 看看這幅 在金字經廣場 你看看那些人 這些窮友團的人 你看看和五一 比較年輕那一群 是否完全不同 所以我的朋友就說 有機會 就是造假的 簡單說一句 國家是補貼 350元一個人 全部那些老人家 無業那些 那你說為什麼要他買珠寶 或者是 就是強迫消費呢 因為那個團想賺多些錢 那個團想賺多些錢 所以就這樣 那用來做什麼呢 告訴別人香港有自由行 你們來投資香港吧 好了 那為什麼最近這兩個星期 過完五一之後沒有了呢 很簡單 因為沒有可能長期補貼 他住在土關環 他說非常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見那群人 是成千人地來的 你這兩個星期 他說突然間靜散 大家可以留言 大家可以留言 如果你住在土關環附近 所以有機會都是造假的 五一那些就比較真 但是你看到過了五一之後 就沒有了 是不是 大家看看螢光幕這些 你看到那些 全部是老的 找過年輕人都沒有 或者是像無業那些 我自己在五一下去 那些相差很遠 那些相差很遠 是完全兩幫人來的 基本上 那些是三十多歲 四十多歲 甚至有些是去吃自助餐的 你看看那些 下來了那些 個個都好像無業那樣 所以我朋友的估計是有理由的 所以香港的旅遊業 如果你那些什麼 空姐牛肉飯 還說做什麼旅行團 你不用做 我告訴你 好了 我們說回這個 器官捐贈 我有出Patreon 說過 現在終於都認了 就是說 你們 取消這個登記 是沒有違法的 那 盧寵茂那些 走出來就說 轟造謠者 危害病人 重生 這樣 香港這麼多年 都沒有器官捐贈 即是跟內地互換 其實香港的器官捐贈 基本上是越來越多的 好了 但當你一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去取消 我有看網上的 有些就說 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登記到 即是說 如果他填了那些小卡 他不記得當時自己有沒有登記到 那些是二十幾年前的 分分鐘是 這樣就先上網 是不是都取消了 是吧 那麼他想不到你又抓又鎖 那現在呢 被人問得多了 就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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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造謠 那哪一個造謠呢 喂 你說明是捐贈的 我們也說過很多次 你自己決定而已 是不是才對 問題就是 別人不信你的政府 是吧 那麼這個港大醫學院就說 喂 當時他出這個新聞的時候 還是估計不涉犯罪了 因為如果你說 喂 你取消是犯法的話 那全部人一起去取消 那所以呢 港大的醫學院就說 你們 你們三思啊 就是不要取消啊 那麼 但是問題 這個是誠信問題 我們經常說一件事 牙齒當金洗 是吧 你的國家都不是的 你這個國家都不是的 喜歡是說這件 喜歡是說那件 那別人取消 即是取消是拘捕的 要不見到 民意不可黨 就說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那麼我們在Patreon都說過 大家看看螢光幕 這個呢 就是我兩天之前做的Patreon 來的 你現在一件事呢 連這個血都沒有人捐 現在香港的血庫呢 是頂到一至兩天的 連血都沒有人捐 我自己本身的立場是沒有變的 即是我人都死了 我告訴你啦 是不是才對 但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樣想的 現在在網上很多人說 有機會是強制 即是說你死了 就強制要捐贈器官的 如果你不想捐贈呢 你就一定要自己去 object 如果你不 object 他就當你是 就是 坦白說一句 這個也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想想 譬如說 我們 坦白說一句 即是 到我死的時候 希望還有十多年命 對不對 那我的東西你都不要 對不對 好了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一個年輕人 他真的交通以外死 哇 大哥 那副東西沒有什麼剩下 是不是 眼角膜也沒有了 肺也沒有了 肝也沒有了 那你拿去火化那副不是東西來的 整副都散了 對不對 那些家人怎麼想呢 他太太怎麼想呢 對不對 在中國人的觀念 始終過不了 對不對 你問我 即是 如果很多YouTuber都說 有機會是強制的 這個我覺得不出奇 他想做 但是暫時好像還不是時候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無論怎樣都好 都是給自己決定 其實是 對不對 就是說 有些人 我是 喂 那我老公 對不對 如果我老公四十歲 走了 說一說捐贈的時候 那整副東西都掉了 裡面只有一個框 都是不好 我們過不了 這個是你自己的自由 是不是 你說沒有所謂 你適合就拿去 我覺得也沒有所謂 這些是自己決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中國人有很多 真的過不了這關 特別是當他年輕的時候 離開的時候 譬如說他二十多三十歲 離開的時候 整副東西只有一個框 裡面的東西都沒有了 這樣也不用火化 你那副東西都不知道 變成怎樣 這些在中國人有很多 是過不了的 你想想現在一件事 他連血都不捐 你想想一件事 連血都不捐 你特區政府是不是要出來解釋 令市民安心 你每天說這些造謠者包藏和心 沒有意思 現在不是叫你說四字詞語 大哥 對嗎 你說了這些 又起到什麼作用 現在香港的血腹 真的兩天都受不了 那些人連血都不捐 為什麼 他怕你的血拿到上面 他怕你拿去賣血 這個是我網上看的 你特區政府是不是要做些事情出來 令市民放心 這些是謠傳來的 特區政府現在的運作是這樣的 加入民間的監察 這個才令市民放心 大家明白嗎 你一定要加入民間的監察 全部都是我自己人 我怎麼知道你拿了血做什麼 我不是了 這是民間組織來的 不是假的那些 是真的那些民間組織 我區議會 即是待會我們說區議會 你沒有民間組織的監察 沒有人相信你 其實 你們這些血腹 有民間組織在監察著的 裡面 即是醫院裡面 有民間組織的 器官捐贈 有民間組織的 記者可以去採訪的 那這些是怎樣的 這些市民就放心 你現在不是一言妥 我說你相信我 這樣 你和我不同嗎 你造謠包藏和心 別人是民捐 這些不是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你試試強制 我想每個人立刻去取消 我告訴你 對不對 這些你沒有做事 只是說四字詞語 沒有意思的 好了 我們說回郭太空姐事件 這個問題是說 還有兩個 一個是李國倫 一個是肥媽 這樣 坦白說一句 為什麼人家新加坡會聲援 香港國太空姐呢 原因是因為你處理這件事不公道 你想想一件事 肥媽這些我當你不懂事 對不對 李國倫那些我當你不懂事 喂 你國泰林兆波 你總裁來的 大哥 你也不懂事 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第一 你的投訴人都沒有說話 他將那些事放上網 他連投訴都沒有 香港平機會他沒有投訴 他有沒有走去國泰那裏投訴 沒有啊 沒有啊 你看到林兆波 有沒有說 他還拿過免費機票 即是香港送我的機票 後來有些說他是故意來這樣做 這是我們後悔分界 問題就是發生了這件事 坦白說一句 你是不是真的想空姐拿一張卡片給你 如果他真的拿一張卡片給你的話 你也可能會吵架他 你神經病拿一張地毯給我 是不是 然後人家會說 你要一張卡片 那你又欲華了 說我不懂英文了 我拿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是任你說的 欲加之罪就何患無恥 但是問題就是 你國泰處理不公道 你有沒有問過一個投訴人 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要去錄音 這個不是正常的行徑 我們之前都說過 所有全世界的地勤 他們都知道 乘客是不可以在飛機上錄音的 林兆波連一句都沒有說過 還道歉了四次 還有一件事 你有沒有給那三個空姐 有自便的機會 你有沒有問過他們 我在茶水間談閒閒關的事 是不是 我們都說 如果你犯了國泰 Internal Regulation 而那三個空姐簽過 我無話可說 但是問題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你處理不公 你有沒有被人出來說過話 沒有 你就是信那些什麼小紅書 信網上那些東西 然後你的特首李家超還在按鈎飛出來 加上其他的議員 肥媽這些 肥媽這些 你當他不懂事 其實是不用聽的了 李國倫那些 但問題就是 李國泰本身 是一個International ally 人家其他同行 看到你處理不公 那些是你的同事 大佬 那幾個空姐是你的同事 你很簡單 麻煩你拿回錄音出來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多賠兩次機票給你 搞定 那幾個空姐最多 你扣他人工 扣他bonus 這個沒有問題 International 但是不可以連問都沒有問 連被人說話的機會都沒有 炒你 What's the problem 什麼問題 好嗎 大家看到一件事 當時5月25日 這件事發生在5月23日 郭泰空姐而網上聲援 遭小粉紅起底 你特區政府 黃之鋒起底就坐三個月牢 那麼這個起底呢 特區政府連譴責都沒有 你看一下 特區政府處理的態度 和新加坡是兩回事 李家超 我不知道他是 香港市民出錢給他 還是小紅書那些網民出錢給他 待會我們可以很肯定 小紅書那些基本上是甚麼 基本上是網軍 這次不是還罵得你驚 人家指名道姓說你是狗 你見到為何他不罵 因為那些是網軍 那些不是網民 小紅書是甚麼 就是無語錄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看一件事 如果你說別人歧視 都沒有人投訴過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說 至今沒有收到空服員涉嫌歧視的投訴 沒有人投訴過他 就是連拿這個免費機票的當事人都沒有投訴過他 連樣子都沒有出過 連名字都沒有出過 一個網民 一個四川乘飛機回來香港 在香港住了十幾年的女人 性甚麼名甚麼都沒有 性甚麼名甚麼都沒有 這樣就解僱了那三個空姐 也沒有機會被人自變 所以你就看到為何外國聲援他 大家是同行 慘了 打理林兆波公 大家是同事 你問也不問 說也不說你是誓我 對不對 你看看一件事 大家都是地勤的 當然不能理你 對不對 很正常 我們當時上星期三做節目都說過 是不是 剛才我們也說過了 擺明你再說英文 即是告訴別人 你根本就是不懂英文 誰是狗 這個簡直是照譯的 即是中文照譯過去 即是大家英文都比我厲害 那你告訴我 誰是狗 英文對不對 這個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就不重複了 我們看看裡面的細節 簡單說一句 有位內地旅客 在5月13日 其實這件事發生在郭泰空姐之後的一天 我記得故事就是這樣的 發生在郭泰空姐之後的一天 好了 那細節是什麼呢 細節是說 這一位內地客 不是螢光幕那個 螢光幕那個 是新加坡南方航空裏面的地勤 為什麼有這張照片呢 就是因為他找相機拍攝別人 他就因為想換位去安全通道 就問一下多少錢 就問 Can you speak Chinese 你照說就可以了 新加坡人有多少不懂 說普通話和國語 即是你看看內地人 經常想告訴別人自己懂英文 新加坡懂說國語和廣東話和英文 是常識來的對不對 對不對 即是想告訴別人我懂英文 你直接說就可以了 是吧 是吧 通常 Can you speak Chinese 其實即是說 麻煩你講中文 這樣 根本上就不需要講這句 你直接跟他講普通話 他一回答你便是 那別人一聽已經 基本上已經火滾了 那別人便說我不懂 是吧 你問我懂不懂 我告訴你我不懂 那有什麼問題 如果不是你問我做什麼 是吧 他說這個櫃檯人員 就是用中文進行交談 你明知別人用中文進行交談 你說普通話便可以了 是吧 你扮什麼 那你問我懂不懂 我說不懂 我現在不懂 那行不行你咬我 是吧 他說原先生更稱自己還備櫃檯人員 用普通話 粵語和英文三種語言 辱罵是狗 那正常 別人怕你不懂 我剛剛不懂 我不懂聽 即是沒有說我不懂 對不對 都可以的 對不對 5月25日 收到原先生的投訴 5月25日 即過了兩天便去投訴 那麼南方航空當然要 當然要道歉 因為你是國家 但你看到一件事 新加坡人 其實是很生氣的 是吧 即是坦白說一句 就是 你還拿過相機出來 想拍別人 你看到別人的櫃檯人員 怎麼說 你要做一條狗的話 我就可以當你是一條狗 是吧 他說你是狗 你是狗 誰是狗 說清楚 那麼別人說得很清楚 對不對 那麼櫃檯人員 在這裏解釋 你就插嘴 即是 我不知道細節是甚麼 簡單說一句 有機會就是別人在說話 他就說別人沒有事要做 我不知道 對不對 那麼你在這裏說 諸多事實這樣說話 還一句扔過來 就問別人 Can you speak Chinese 那別人便扔你 對不對 剛剛發生了這件事 對吧 即是你的英文有限公司 坦白說他中國人很奇怪 他經常想告訴別人 自己懂英文 自己不懂是不行的 這麼神怪的 他的黨是這樣的 是吧 那麼櫃檯人員便說 你做人都不會做 即是回答你 你做人都不會做 即是說做狗是你 對不對 那麼櫃檯人員 甚至突然間用中文說 我就是不想回答你 所以我們剛才片頭已經說了 基本上他不是去中國化 而是去中國人化 擺明你內地人就是 搞別人的空服下的地勤人員 那麼別人當然不來 你想想一件事 數不相識的新加坡人 都支持你郭泰港姐 即是都支持你郭泰這三位空姐 你想想林兆波 大家仍是香港人 當然有一個是外國人 大家仍是同事 你自己人都不支持自己人 你想想你郭泰還說什麼 International ally 人家當你共產黨 沒有分別的而已 郭泰空姐這件事 葉劉就沒有出來說話 好了 突然之間 發生了新加坡這件事 葉劉就跑出來了 說內地網民過火 應該就是收到任務 為什麼 你知不知道內地 多少紅二代 富二代的錢 是放在新加坡的 人家要玩你很容易 所以你看到 今次內地的網民 所謂的網民 小紅書那些 基本上 吵了一兩個小時就沒有吵 為什麼呢 不要吵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新加坡玩狗你的話 你會混蛋 你內地多少家族的錢 是放在新加坡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門口狗而已 他一出去就已經不敢動了 你想想一件事 你葉劉 你有沒有為香港國太空姐 說過一句話 不發生新加坡這件事 他都不會出來說 是吧 現在已經停了 整個星期出來說 今早我看香港01 訪問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才吵架 說是葉劉 你幾十歲人 監視著老人家津貼 那兩元免費車 有個老人家說得對 你叫他回答 你叫他回答 限制著你葉劉 一天吃一頓飯 可以嗎 多糕餘已經是兩元 還要搞到三元 又說濫用 又說打擊 又說坐牢 又說等等 你當然可以 你有政府車 什麼都有 人家沒有 人家老人家 在香港 辛苦了幾十年 現在六十歲了 拿你的兩元 比乞丐 是吧 國內 收到微信 馬上出來說 內地網民過火了 一個禮拜前你不說 是吧 好了 講幾句公民黨 其實你問我 我真的 十七年了 公民黨 可以這樣說 公民黨你也可以叫做律師黨 裡面全部都是大壯 現在為什麼公民黨要清盤呢 很明顯 你沒有任何資助的資金 沒有人捐錢 不能籌其 進不了這個立法會 基本上黨沒有任何營運資金去運作 除非他們自己拿出來 那你問我 其實這個公民黨 十七年來 在香港真的做過什麼 真的做過什麼 你是大律師 你是大律師 你懂法律 是吧 做過什麼 共產黨一來 雞飛狗走 全部都走 之前 在江澤民 胡錦濤的時代 很厲害 你見到 出來抗爭 因為他明知道 你不會拘捕他 一拘捕他 走 每個人都 就是這樣 螢光幕 這幾個 有兩個 最出位 其中一個 就是十一哥 湯家驊 之前他是公民黨 他是公民黨 現在變成什麼 變成共產黨 第一個 第二個 最出位 就是楊鶴橋 楊鶴橋 是他的金句 是吧 一生人能夠坐牢 就是自豪 他現在就很自豪 是吧 楊鶴橋這些 救了自豪 接著 就是超過我的死身 現在就是超過你的死身 我告訴你 你四十七人案 你不用自己想 為什麼 因為劇情需要 因為劇情需要 那 吳可兒其實也幾次被捕 幾次被捕 但是吳可兒還是留在香港 這個是我們 敬佩他的 其實 吳可兒還有出聲 其實 幾次被捕 已經是和何韻詩 那些 陳淑莊那些 也是拿了政治本錢 那些人 老生柳 然後開了刀 過了台灣 事情都不敢說了 去到台灣 你現在看到他 那麼 郭榮鏗就走了去美國 走之前 還不敢說聲 是吧 所以你看到 時窮節乃現 是吧 好像黃毓民說 是吧 你問我 我真的佩服的 不可以 真的 但是他今天還在香港 你拘捕我幾次 我就跟你拒你力爭 不行的 你就打死我 對吧 就是 你看看湯家驊這些 有錢的 湯家驊不是沒有錢的 湯家驊很有錢的 你看看 今天還要賣去共產黨的 楊岳橋那些 看款都是有錢仔 對不對 你看到就是這樣 這些人 所以問題就是 你香港人 信這些工黨 有什麼辦法 不倒閉呢 是吧 你這些全部都是大狀 有事先走 拜拜 這樣 反為最老的 不可以 還留在那裡 有時候 做人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要看 疫情的時候 你才知道 簡單說句 有讀者說 美股 你買幾個大價股的 躺在那裡也賺錢 你可不可以 遲到貨 這才是個問題 你想想 中間 科技股 加息 跌得多厲害 你猜這麼容易 克服心理質素 不容易 大哥 我寫和大家說 你簡單說句 我當你有1000萬身家 跌到900萬你不怕 800萬呢 700萬呢 600萬呢 500萬呢 你不怕 對吧 這個就是心理質素 好了 現在你會不會買呢 我告訴你 150% 你是不會 cash到今次的 科技股的升浪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就不敢再買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能夠持貨的 在疫境裡面的 其實是一種能力 你的心理質素要好好才行 當然也要有財務技術的分析 或者是整個市況的分析 所以一件事就是 這裡這麼多人裡面 我覺得我給手指工是不可以 他今天還沒有走到 也沒有轉動態 是 他繼續都有說話 當然 他應該有案在身上 他不可以說太多話 但你有其他那些 算吧 很多人都在獄中 大家看到 很多人都在獄中 就是 毛孟靜 這些 梁家傑那些 暫時沒事 你看到 我想問 何俊仁是否公民黨 我不知道 真的 我懶得他管 何俊仁已經拘捕了幾個月 再拘捕幾個月 大家知道嗎 所以這些 沒得搞的 還有一件事 四十七人案 不會輕易讓你離開的 兩件案 是不會輕易讓你離開的 一件黎智英 一件四十七人案 是不會輕易讓你離開的 楊岳橋那些 之前說那些 示威者或者黃絲 坐過監才是自豪 這次他不方不自豪 你這麼大個人 都不是說這些事情 瘋狂的 還說是大律師 你不是傻的 現在你就夠自豪 真的 坦白說 這次你四十七人案 我想七年以上起跳 七至十年起跳 最少七年 告訴你 如果算他坐了幾年 應該會坐十年 他應該會 坦白說 你加入公民黨的時候 有沒有想到今天呢 當然要罵一下麥美娟 其實我也猜到有人這樣說 即是說 當時 香港有區議會是一九八幾年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時很多區議員 應該不是很多 大部分 可以說全部都是委任 他就說回一九八幾年 就說當時區議會 叫做district board 就不是council 所以從來都不是議會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後來英國人是慢慢慢慢 最後整個區議會 都是直選的 民主有過程 對不對 你現在就找 之前最早期的利比 你不要給回一千年前 一千年前香港沒有 沒有意思的 你現在整個倒退回去 比一九八四年 我告訴你 真的嗎 因為你中間有間選 間選還是他自己那些人選 為什麼要他自己那些人選呢 即是不做直選 所以這些真的沒有意思 說回這些 就是對自己有利的 但是最後最後英國人離開的時候 你全部都是直選的 現在倒退回去 比一九八四年的 這個我們說了兩句 黃耀明當然 你看到現在香港很多 是不演的了 造假都廢事 即是直接造假 廢事連原因都沒有說 喂大哥 黃耀明和你 他在歐洲進行巡迴演唱會 其實他已經搞定了 原本就是八月份 香港會展做演唱會 我覺得一件事 他在演唱會裡面 黃耀明也不會說太政治的事情 即是演唱會就是演唱會 即是我想他這麼大個人有分寸的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 回展突然間退回了訂金給你 連理由都節省 以前還是作些理由 現在作到沒得作 作到理由都沒得作 退回給你 理由都不說 收到電話 收到電話 你不要租給他 那就退回了訂金給你 連理由都沒有 所以你看看一件事 哪個人夠膽在你香港做生意 喂 你想想一件事 假設我是外商 我預約完展覽 你想想別人八月 兩個月前 突然間跟人講話取消 那怎麼辦 說大哥我賣了票 那就糟糕 所以其實沒得搞 為什麼沒有外資 就是這樣做 別人外資會看都沒有預約 突然間你取消 理由都沒有 理由現在都免得說 這個是5月26日 今天是5月29日 三天會展都沒有說過理由 給你錢 我不租給你 我不租給你 所以沒得搞 好 好 我們講這個 國內的新聞 香港的新聞 講到差不多了 這個C919曾經停飛了幾個月 接著 現在首行成功 好了 究竟這架C919 如果我在網上 去看 這架基本上是合成的 跟當時的華為 沒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它是飛機 那架是手機 我在網上看 這架C919 現在只有一架 C919 很明顯看到它用C 別人A就是Airbus B就是波音 它就用C A B C 好了 我在網上看 它的引擎 是通用的 它的電子標板儀器 是歐洲的 我不排除 那些輪子 零件那些 都全部是歐洲的 那有什麼是它呢 裡面的梳化 地毯那些是它的 或者那些人是它的 其他那些呢 我想都不是 現在這一架C919 是沒有拿到國際認證的 只不過在國內說可以 它就行了 它現在就剛剛是非成功 有說 接著那些內地網民 就很開心很自豪 跟當時的毛澤東一樣 當時江青說 批林批孔都不夠勁 最勁就是中國可以做到氫彈 即是原子彈 但是接著呢 那些人是沒有飯吃的 中國就輕玩這些 接著就說 在香港現在 找10個 港澳航天員做後備 這些有什麼好開心呢 你的經濟就是這樣 好了 有些就說 票價馬上升到三千元 坦白說 如果沒有外國的認證 你問我怎樣去證實它的安全 最簡單 你國家領導人坐就可以了 是吧 即是你習主席的專機 你那些常委的專機 你全部轉了用C99 坐回一年半了就沒事的 那些市民就相信了 是吧 坦白說一句 即使是通用的引擎 歐洲的基板 我怎知道你有沒有換過東西 喂 你想想一件事 三個月後 如果人家 日本 德國 美國 不賣零件給你的話 你的零件老舊的話 那沒得換那怎麼辦 你用國產零件 不就糟糕 是吧 不知道的啊 是吧 他自己都不知道 根本這個就是通用的引擎 就是美國佬的飛機引擎 然後 整個電子熱器標板 全部都是歐洲的 你那些飛機輪子 零件都不用想 最大的問題 我剛才說過 如果人家 日本 就快封鎖你 人家一封鎖你的零件的時候 那你的零件 一老化的時候 那怎麼辦 喂 你每一次飛到 差不多 去到差不多一個飛行李數 有些零件就要換的了 你沒有零件的時候 換過國產的時候 我豈不是糟糕 對吧 我怎知道你在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 國家領導人常委 全部坐這隻C99 跟著 跟著 過一兩年 你沒事了 跟著就安全了 是吧 好了 最好就是什麼 最好就是找 International 外國認證 他現在根本 就不敢交給外國認證 所以我是持這個觀望態度 其實 你喜歡坐 你自己坐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這個是昨日的新聞 5月28日 內地 這一間叫做 Power Leader 剛剛公佈了自己 自主研發 X86的處理器 X86其實就是你家裡的PC 那個處理器 大家看本機 裡面就會看到 高調就說 自主研發 這個X86處理器 暴心 搞定成功 好了 但是這個處理器 近日流出來的測試數據 表明 它極有可能 又是Intel的貼牌產品 簡單說 它就是用Intel的i3 貼了自己的標籤 你想想一件事 別人說明 它基本上的所有東西 規格 甚至它那個Bench Park的表現 跟Intel的i3 一模一樣 是沒有可能的 是嗎 即是當它發佈這個處理器的時候 其實國內 國外的媒體都說 喂 第一 你說極高效能 好過國內其他產品 沒有規格 沒有細節 二來就是 它跟i3的外形相近 接著 別人一做Bench Park出來 一模一樣 沒有可能的 那就貼了尼補 即是等於你的屁股 你說自主研發 有哪一部分是你自主研發的 我告訴你 你說自主研發 別人更害怕 它根本上就不給 即是不敢給國內 人家 國內的公司 會檢查你的 即是那些博物 即是等於香港那些 航空公司 他們全部都有維修 國泰那些全部都有維修 那些全部不斷要拿國際的認證 因為死人 大哥 你的飛機是怎樣 你的飛機載我們外國人 你沒有美國 沒有英國的認證 別人不會坐你的飛機 你的零件是哪裏 你的數據是怎樣 全部要被人驗過 所以問題就是 即是我當你現在飛到 你的零件一有事 玩完 即是像當時華為 華為都說自己 即是中國說自己做到iPhone 原來金髮人家印度就做到 是吧 所以這些 即是大家自己想 即是最好就是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如果你想全世界 或者民眾有信心的 你自己 我以後 我習主席 就坐C99 他現在那一架 他那一架 他那一架 現在習主席的專機 他沒有空軍一號 他好像不知道外國 不知道是美國 還是歐洲 哪個國家的民航機 是啊 你應該坐C99 你坐C99 就是我習主席的專用飛機 坐一年半載 沒有問題的時候 便有信心 接著拿去 國際認證 這樣就包沒有酒雞 那些人便有信心 是吧 這個 即是說國內的形勢 我們上次 一周股市大事也說過 這間中創新航科技股份公司 是國企來的 即是國家的 本來呢 是那些 今屆的大學畢業生 已經是全選了 簽了 簽了 contract 突然間大規模解約 賠回三千元給你 是這麼多 慘了 那些應屆畢業生 中間還推了 即是年初的時候 還推了很多其他公司 簡直見也不見 現在很嚴重 大家可以看到這段項目 基本上有很多學生 在中間 有其他公司的offer 甚至是外國公司的 全部都推了 因為你跟他簽了約 如果他違約的話 要賠錢 但是你想想 居然 賠三千元 一個月薪金都賠不到 為什麼 沒有錢 都沒有錢 請什麼人 還是要剩下人 還要剩下人 所以我們說 阿里巴巴 因為看到別人的股價這麼厲害 所以就跟別人說 沒有 我們剩下人 沒有剩下人 我們還請1.5萬人 坦白說 你之前說剩下人的 是offici 有你阿里巴巴的公司 現在說這個就不是 對不對 还有这些 还有些林毅夫说 中国要迟一点 现在疫情 要2030年才超越美国 2049年中国的GDP就是美国的两倍 还有些人说这些 还想着有人相信 这些是不是傻的呢 我们说回外国的新闻 这个根本不是新闻 因为当时我们有报道过 扎连斯基一说 不会牺牲领土去换取和平 我们就知道李辉是说什么 现在美媒爆出来了 中国的所谓特使李辉 简单说他就是 希望 普京如果保留 已经取得了的地方 那又怎样 那又赢了 那我赢了 那回到国内就有交代了 那你乌克兰呢 任由他取得 然后他不打你 哪有这种东西的 对不对 这个还叫和平特使 他说得出 坦白说他就不是他说的 是上面那一件叫他说的 现在美国一定爆出来的 美国一定爆出来的 坦白说他 你基本上没有可能可以和欧盟做到生意 是没有可能的事 还有这些新闻 就是美国的小弟 藉着和他们做生意 将那些钱书送过去给普京 那连你中国也拖死了 另外美光 大家看到雷蒙多 美国的商务部长就说 不会容忍中国封杀美光 那今早上日本就说 日本的企业 不要去抢美光在中国的分额 所以你看到日本人是不同的 日本是很怪的一个民族来的 日本的民族就说 我答应了你就是做 他不会搞一些小动作的 日本的民族是这样的 你不要说 香港人也是 答应了一些东西 退一点点 日本不行的 不是那样东西来的 日本是很重承诺 其实以前的中国都是很重承诺的 现在搞一搞一搞 个个就退下退下 不用跟到那么足够 日本不是的 日本很多东西跟得很足够 你看到今次美国佬 一定不放你 因为我们说过 美光不是无名之本 即使你在中国 不让美光做 其实美光影响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美光是做RAM的 做储存的 你不用美光 别人封你长江储存 那你用哪个 你先用哪个 日本就快要封你了 Samsung又不会给你了 美国佬说了 那你用什么储存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美中谈判全部都是多余 全部都多余 为习主席 11月出席 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打底 这些全部多余 多余到怎样呢 多余到说 我们不如 大家做好一个沟通渠道 喂 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是吧 根本上美国佬就拖死你 是不会再跟你做生意的 另外中国就吹嘘 和中亚的贸易额 去到700亿 它不是700亿美元 它将它的货币 转回做美金 告诉你是700亿美元 实际上那个不知是什么币 有这个劳报 有这个人民币 他们那几个国家的货币 就是乱了 简单说一句 就一定不是美金 它只不过 将这个数换成美金 告诉你 所以这些是毫无用的 这个就是我特意想说的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 我也想看特区政府 怎样去解释和回应 有一名的维吾尔族学生访港之后 在香港机场租盘问之后 就失踪了 国际特资组织就说 喂 你香港一国两制 没有可能失踪 究竟这个维吾尔族的学生去哪里 三天之前 我看到这宗新闻 我就想看看特区政府 究竟可以怎样回应 好了 答案就是 蓝皮 没有啊 他没有入境 我们香港拒绝他入境 那这个人去哪里 凭空消失 喂 他坐飞机走 你入境处出境处有记录 没有可能这个人凭空消失 你说拒绝他入境 你如果拒绝他入境的话 他根本进不了市区 进不了境内 那么他唯有一样东西 他唯有坐飞机走 在机场 那你入境处 他搭什么飞机走 怎样离开 是有数据的 数据都没有 接着说人家心肠带毒 之如此类 诋毁香港人权 其实为什么国际特资组织会这么说呢 简单说句就说 因为当日本月的十日 这个维吾尔族的学生 在香港机场被内地警方带走的时候 他是发了讯息的 他发了讯息就说他现在在香港机场被捕 是发了讯息给他的家人朋友 所以问题就是说 这个国际特资组织才这么说 他不是乱说的 别人不是乱说的 反过来说 既然你都承认他来过香港 你又不让他入境 他没有理由自己飞走 他又出不了外面 他唯一一件事是坐飞机走 那你这个出境记录一定有 是吧 搭了哪一班机都知道吧 怎么会完全没有呢 他自己飞走了 不会的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摆明 就是摆明就是流的 对不对 另外呢 最后这一宗新闻 今天跟大家讲 坦白说一句 当时 对于 台湾的新政策 现在就说 一定要住满四年 才可以入籍 陆委会说 现在还是商议之中 但是当时 很多香港的YouTuber 其他城市 就骂这个台湾政府 今天 台湾政府出来澄清 陆委会出来澄清 他说 他当时说的不是指 在台湾的香港人骂他 是很多 在香港的香港团体人骂他 就是说你台湾忘恩负义 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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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当时我有讲过 我说我不惯爱台湾 为什么呢 你中国的渗透太严重 简单讲一句 我们报道过一次 有个女孩 她在台湾的成品 买了一本书而已 她居然会收到 中国国安的电话 你说夸不夸张 你说那个渗透多严重 对不对 所以你说 即使台湾是这样做 我也不怪她 你不收香港 即是那些护士等 那些是正常的 喂 你们全部签了宣誓座的嘛 你宣誓座我怎么收你呢 你向特区政府宣誓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 你现在走来我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的地方 然后说入籍台湾 我怎么相信你呢 你不怪别人的 所以我不是要你等四年 对不对 你不怪别人的 其实 坦白说 我们也说过 你有BNO就去英国了 对不对 你不是没路走 对不对 有时呢 有些网上的评论 或者YouTuber 有些东西你是不看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国民党当时 是真的很怕共产党的沈透 你看看今天的国民党 基本上还在说九二共识的 谁跟你九二共识吗 他还在说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在台湾他现在也要备战 这个下年的总统大选 基本上他也不会再跟你搞这些事情 最重要是 确保不要让国民党选到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问题是 你不能胡乱骂人家 你说如果没有这些沈透事件 我觉得就是台湾不对 因为当时他 就是蔡英文就说 Stand with Hong Kong 但是问题就是 你有这么严重的沈透 人家要四年都很正常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样骂人家 其实没得搞 我希望香港很多媒体 或者YouTuber 你看回自己的国家 做了些什么 先骂人家 他现在不是不让你移民 四年而已 但坦白说 他有一段期内 很多你看到现在香港的人 是过不了台湾的 你一同那些政党 政府 有任何关系的那些 甚至是公务员那些 你是去不了台湾 他不让你签证的 我不知道你干什么 我又不能逮捕你 对不对 我又不能逮捕你 你好像橫行那样 台湾有个法律保障的 那我就索性不让你来 我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不让你来 你坦白说 现在的立法会议员 将来的区议员 公务员 全部你都不能去台湾 慢慢你那些 做生意的那些都不要去 其实人家和美国佬做生意就算了 对不对 那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现在差不多2点10分 那我看看有什么新闻 和国市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只是说政府 下午会说7月16日 剩下的2000元的消费券 和这个恒指跌了160点 现在就收18,600多 18,000点都危了 我看一看这个 看一看这个人民币 现在去到多少呢 7点06 今早是7点07 那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织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好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接着我们会说到这个303 卫尔弹 接着到6月份 6月份我们会说到 Berberi的下集和这个欺慎 接着还有其他题目的 大家看看这个星期三的中国民心 適合你的你才订阅这个6月份 最多人订阅这个 Youtube投资筆的美股 6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回片尾付费订阅 好我们两类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了今天是星期一 都相当热 因为有个超厉的台风 但不是来香港 而是会去台湾 所以这几天都会相当热 大家记住 出街上穿一些比较轻便的衣服 补水 大家喝水 至于戴不戴口罩 其实现在都挺厉害的 大家自行决定 多人的地方 或者去一些诊所 去公立医院 最好戴口罩稳稳定 好 我们星期三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